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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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D 现在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 我们人体交往 就可以用虚拟交往 经济 现在马云发财就是靠这个IG经济嘛 这个停出来 十几年前的他接着去贴东西呢 一会儿就抓起来了 现在发个短信就行了 所以整个这个社会生活都受到这个新西革命的影响 我这里写下来的这个词叫什么意思 这个B-R-I-C-S 分别是五个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那么这个词呢 最早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提出来的 那个2001年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 Goldman Sachs 中文翻译叫高盛银行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吉姆奥运 这个老兄嘛他创造一个是叫B-R-I-C B-R-I-C 没有后面那个S 然后他完全是一个投资银行家 主要的目的 他从目的 就是一个吸引资本的概念 这个因为投资银行家 不是这么没钱 他要把别人的资本吸引过来给他 然后他去投资中国拿了一个佣金 然后后来 这个在200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IT已经有点不合化了 这个大家开始投资有点犹豫 这个时候需要概念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概念就是生产力 那个发音跟那个英文的转合是一样的 而这个国家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们规模很大 基本的工业基础也还行 但是他们在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里面 是处在边缘的那个位置 就是打工在那个位置 其实干个国最多拿的钱最少 所以他认为这四个国家的这个市场是潜力股 投资到这儿赚的钱回报比较好 那个 嗯 因为那个 读一是 是钻头嘛 然后呢 又是价值费低估的钻头 所以我们台湾的朋友首先把它翻译成青钻 然后我们清华社里把它接管 接着青钻进来 然后有时候呢就 这个交响吧 那么这个概念 其实那以后 郭特曼萨克斯赚钱的 去不完全 就是因为这个概念 郭特曼萨克斯大概 就是各种投资人手上搞到了一万多亿美元 然后这四个市场 各个部门啊 这个地方的回报率 是发达国家回报率的四倍 嗯 你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所以郭特曼萨克斯赚钱了吧 首先 秦王艾尔这个家伙一举成名 啊 现在每个人都记得他 导演就是都知道他 你用他的概念 他成名了 然后他们公司赚钱了 赚打钱 然后那些投资人也赚钱了 因为他投的回报率就是很高 然后 我们这些国家达到了额外资本 我们也赚钱了 多赢 很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后面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他是一个投资人家 赚钱的目的 把这四个家伙收到一块了 对不对 那原来呢 我们没有这么想 后来他一说 我们觉得 哎呦我们挺可怜 我们是美国这个体系 打工赚呀 然后呢 我们 开始就 下面就是二轨道 就像我们的学者 还有一些企业家 一起做到一起谈 说 怎么一块改变一下 我们谈了几次以后 有一点共词 然后 到09年 那个 俄国就提出来 说 是不是每年 我们元首的国家领导人呢 他应该是08年提的吧 提了09年开始开会 08年俄国首先提出来 说我们 四国领导人 我们每年开始会 后来大家都想 所以 于是就有了青庄国家峰会 就有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 09年在俄罗开 10年在巴西 11年在我们中国 12年呢 才印度 今年三月 也是不是在南非的德端 我们习主席去了 对不对 开了五十 那么 开到第三年的时候 到我们北京开的时候 来 我们把南非邀请进来了 所以Britz现在变成五国了 加了一个S变成辅数了 我们请南非进来呢 主要目的还是南非代表了这个一个大陆 就是非洲 那不光是南非自己 它代表了大陆 南非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它的GDP占到沙拉拉以南非洲的一块 那个 所以它是非洲的经济超级大国 那个 嗯 嗯 南非 现在是分量不多的 南非的GDP才六千亿美元 我们国家今年八点二 三万亿 八点二 二七 那个我们三万 八点三万亿 我们比较大多 但是南非所代表的大陆没有钱 非洲大陆三千多万里万公里 那个 是我们的三倍半 然后 可根地 大概是我们的八倍 很多人以为非洲就是沙拉拉山洞 对不对 不是的 非洲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那个 那个 现在呢 说中国人不行了 有矛盾生长的时候感动 说中国人那么穷啊 非几乎来 那好东西给我吃了 很高兴 现在是中国人跟我算账 那个 哈哈 已经账 接着一半了 那个 但是呢 还是最好的 因为其它更差 第二名呢 是日本 日本的好感是十九 美国是十三 欧洲是只有百分之六 所以非洲人现在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中 老 China是在乎 现在中国变坏了 是吧 然后呢 下面一句话说 American wars 北国更坏 然后 European wars 欧洲人只会坏 因为外面没有好家伙 都是坏人 但是中国的相对比较好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OK 那个 总之 金庄战是 呃 是人家说的一个词 美国人说的一个词 然后我们自己呢 既然那个词团结起来 这个是 俄国人做的东西 然后我们中国 把这个金庄战给它主打 这个 我们中国现在呢 经营一段 下落不太大 经历 经历很重视 很重视这个东西 那个 呃 但是我们中国人战时间 就是重视 但是悄悄的感 现在面上 都是让那个南非和巴西 在那里 在前面可以 那个 这两个国家呢 他比较多一点 他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能进这个 进那个常委啊 特别高点 是吧 所以说 那个特别认真 这个支付特别认真 那个 这里面的导王会 是那个 是印度 印度很奇怪 我们说什么 他都反对 说什么 刚才今年呢 在南非 德安会 要成立一个东西 叫金庄国家银行 这成立是非常重要的 成立以后 可以对美国 控制着世界银行 暧昧 或形成某种压力 对吧 结果就是印度给倒了 现在就是 就搞不成了 那个 所以现在搞这个临时的 替代物叫外汇储备部 外汇储备部 外汇储备部 我们国家占一把 那个 然后他们四个兄弟 占一把 然后呢 那个 其中南非很小一个股份 是我们给的 那个 是我们出了支 但股份给了他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做一个 就金庄银行的 互渡形态 那个 下面我们帮我们来看 那个 那个 同我们国家 现在还是想把这个 这个银行 当我们国家来 这个 这个 现在 在金庄 下面呢 有四个机制 一个是准备先金庄银行 一个主管会主会部 一个叫工商理事会 一个就是我本人也在里面呢 叫 赤铺理事会 叫赤铺理事会 赤铺理事会 那个 我们应该是前天 还在那个 中联部 在开会 因为中联部管赤铺嘛 中联部就说 我们要把这个赤铺 秘书处啊 设置到我们北京 后来我跟他讲 大举考虑啊 中国在这四大机构里面啊 其他三个秘书处 都给他送到别的地方去 知道吧 唯一要拿下来的 是银行租铺 对不对 这个是最实的啊 什么赤铺 秘书处 忙贼啊 然后印度就搞去嘛 对不对 我们学这个新国家 好去一下就行 但是银行一定要负用 国家 那个 OK 这是 新兴国家的 一个名字叫 金砖五国 然后呢 如果大家看新闻 还有几个词 形容那个新兴国家 一个呢叫 Vista V-I-S-T-A 字面的含义叫展望 或者叫远景 你展望我 我远景五国 比如 V-I-S-T-A V是指越南 越南 这个 第二个I-S 是指印度西亚 S呢 还是南北 跟这个字 P 是指什么呢 中匹 土耳其 A 是指阿金帝纳 阿根底 所以这里面 另外一个是Vista 就 五个名字 五个国家 有四个字 是不一样的吧 越南 印尼 土耳其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词 也是这几年叫得比较强的 叫MIST MIST 大致的中文叫迷雾四国 这个M就是指墨西哥 那个后面三个词 五个的印尼 南非 土耳其 所以三个词合一块 一共是四个国家 这里写到了五个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然后其他是越南 印尼 土耳其 阿根廷 墨西哥 我们十家的人口 传世界总门口一万多 就三分五十以上 世界总门口啊 截止到去年底呢 是七十亿 零八千万 我们知道现在 肯定是过七十一亿了吧 现在应该是七十一亿了 那个七十一亿 那个 那么但是我们这十家 总门口大概在三十七亿左右 中国 十三点七亿 印度十二点六亿 二十六点三亿 对不对 这个 多数都是享受了长大二十年了 真的 那个 然后呢 他们就是这四个国家 世界五十五的人口 生活水平就四举提高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 就是它的那个 道德意义就同好 你看世界五十五的人口 生活水平四举提高 就是道德水平 道德上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那个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世界上 在那个 那个 世界银行 百费里面 人均最高的国家是谁呢 是那个 卢森堡 纳森堡 大概它的那个 人均GDP是 十二点五万美元 我们中国辛苦了三十年 人均才六千美元 对不对 它是我们二十倍 但是卢森堡再有钱没有意义 你为什么 因为这个卢森堡要二十万人 它就搞了一百万 人均一百万 是对我们人类的复利 没有什么意义 当我们 三十七亿人 我们从一个百分点 人类的总体负责就是提高的 所以从在这个意义上讲 从人口的意义上讲 我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是整个人类的进步 然后在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 我们经济的提升 导致了世界经济板块的变化 现在我们十个国家 占世界经济的不增进去 就是比例 大概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1990年人战刚结束的时候 我们十个国家只有十二十五到 现在涨了一倍多 这是非常了解 其实我们中国贡献最大 我们那个时候达到四 现在百分之四 我们一个国家涨了十个百分点 这两党战争十年下来 美国人发现战略上是吃亏的 这个 因为美国现在这么算账 说这两战我打得很好 军事打得很好 但是在十年下来 发现战略上没有什么收获 打得没什么用 这是什么感到挺恼火的地方 我们中国网民网民都是富度青年位族的人 富度青年就是青春接少年 然后他们都很羡慕美国 大家如果看网应该看到 就是美国说美国人在吃药水里面很想打水打水 对不对 俄国人呢也很吃火 谁打我我打水 不是中国人追我了 谁打我我妈水 这个 这个呢 他们就是不妨的 面试现象上也是这样 但是对的啊 但是要从战略角度来讲呢 他能不能够整好准备 美国想打水打水吧 骄傲了 上帝就跟他开玩笑 最后让他打了俩傻瓜 知道吧 一点战略枪都没有 你打了吧 打得很漂亮 就收获 打得又怎么样 没有什么收获 相反代价非常大 现在美国人后悔不连 干净往外 不过后悔往外 那个 2011年 洛贝尔积极选项获得者斯蒂克里斯 他计算的结果是为了这两场战争 他们美国总期的开支 要达到6万亿美元 6万亿美元 美国再有钱6万亿也不是小数吧 对不对 基本的GDP还多 那个 另外来生命损失 美国在伊拉克战场时的人数 将近5千人 在阿富汗也只活了3千 8千的东方 还有呢 他很多特工在那秘密被人干掉 然后还有那个 一些转弯 就是黑水公司 其实都是特民组成的 不是现在的阿富汗 伊拉克承担保安任务 我也干掉不少 我总算啊 他位置 其实掉了4名1万个人 伤8万个人 然后打死当地的人 包括战事和平民 200多万人 这群下了很深的仇恨 当地上呢 他比如说 律师事件呢 关上那个监狱 律师事件呢 道德经验也受损了 总之就是现在美国人算了 说我打了 打得很漂亮 但是呢 这两家伙没价值 然后我花了很多钱 不可算 还有卵的那个损失 然后美国人最后悔的 就是这10年了 让中国崛起了 就是他在那个沙漠的中亚中东 大热天找人家那个本拉登 对不对 当我们中国的10年在干什么事呢 可不可以 中国的10年呢 都充全我们胡主席的事实 叫聚精会人道建设 一心一意猛发展 对不对 所以说到讲的话 到哪儿到讲 对 香港美国的总结就叫分 把大财 中国和大财 对不对 所以他才有现在的 赶紧回归亚洲啊 他觉得那个那个 他发到错误 OK 这是他过去四年 对外的错误 滥用力量 目标选的错误 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一次小群 可以总结一下 这是人类历史上 其实蛮有的啊 就这里有一支 强大的军队 藏无无声 但是比 政治力量的越来越多 滥用力量 劝责没有战略价实的 目标 就用力量 最问题是成绩的 你可以赢得全部战予 最后输的战争 这说起来呢 跟你们这些 跟外人韩信 有点关系啊 韩信被那个 人往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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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好啊 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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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儿 得靠 Maric 德康 德康 何方对手 然后打仗也挺oby打疤,72战,无意不� Dz 但最后打仗谁了? 战 conscious 好多里面的地友都是这样 这里面上 rolledsec制,aid. 战互不登,结直没有 美国在越南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越战是 falt 겸四年进去的 七五年被赶回来,11年之中 可以说大部分的战役美国都已经 国军的战士呢 很多都是越战的战役 美国出国的利用高科技 大规模上伤对方 那很漂亮 越南战争的伤亡率是这样的 美军总共死亡是五万八千 其中呢 战争死亡只有一万万千人 其他四万人是什么呢 其他四万人 因为都是越近乎七零 就是他们的首表 那个越南那个天气 还有就是那个 虚枪化 然后开车犯罪 争风 吃醋 然后打架 真正战争死了 不到两万人 可是越南呢 在战争当中死了 不到两万人 最终军事上讲 其实都不成比例的 美军打得非常好 但是最后是不是 美军还是成了他说了 在越战 就是战略上说了 打到后来 他发现无聊 就打出了一万一国家 逃互战略一样 干什么打的 那我们老百姓就无聊 所以他们走出来 这就是我们中国以后强大 也要注意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发展出一种心理 包括想一把谁打谁 你知道吗 人是上帝的场合 你要是把自己 想把谁打谁 放在上帝位置上 上帝一定跟你开玩笑 给你造一陷阱 让你跳下去 两个人都都跳下去 这是美国对外的 对内 对内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在对内 对内户也是带用力量 当然要考虑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放纵金融权位 在过去十几年就让华尔街 刚刚搞创新 这一个杠杆 一个杠杆 加一个杠杆 把一百块钱 创到一百块钱的金融 最后结果大家看到了 金融危机 很多中产阶级的资产 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那个 金融军以后的三个月 每个有三百五百万家庭 会赶到结果去了 就是你带他买一套 那个一百万 哇 你辛苦工作二十年 还掉了九十万还有十万没关 那个 其实你 你 你付的那个价值 早超过这个房单价值 对吧 然后呢 金融危机 你失业 失业三个月还不上债款了 银行把你赶出来 那个你资金管了那么多钱 把他资金管了 五块钱没换就得赶出来 那个 所以现在美国社会矛盾也很严重 就是 前年吧 大家应该知道 美国有一个运动 叫占领华尔街 一种带 他没有换好几多岁的 他可能提出了 这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矛盾 是这样的话 对吧 就是因为美国全国在国内 亲户 自己老百姓不明 不明看外国 打得欺负外国 他欺负自己老百姓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他实际是成功 成功以后他交往 交往以后在内外 卖动力量 外国陷入战略困境 内部陷入战略困境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好 欧洲 欧洲的问题呢 跟美国是一样的 欧洲是没有大的政策问题 欧洲主要是资金问题 而这个很调诡 欧洲的资金问题呢 是因为欧洲的资金太好了 是好的结果 据过欧洲的国有应该知道 欧洲的资金是非常好的吧 那个 当国来福利是最好的 所谓的从摇篮到分屋 政府基本上都可以做 欧洲福利学就是 那个是哪个最好的 当国来福利是最好的 但是从账户 五十年代的四十年代过 开始执行 现在的这种高普利政策 到现在六十好几年 就出问题了 出好多问题啊 首先的问题 出了好多版人 欧洲的思约 欧盟的思约率 长期稳定在百分之十以上 现在思约率是十二 那个 长期稳定在思约上 这个不是自然思约率 自然思约率应该在六左右 以前我们说自然思约率是四十 现在就能够 这些挑战 就是六十不可以啊 它长期不稳定在十以上 这里面就有问题 这里面就有 工作的人 故意的不工作 那个 就出现了懒人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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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啊 然后呢 那个 那德国政府是来调查 有好几万德国的青年男性 三十几岁 在调查他们 他们干什么呢 这么家伙啊 大学毕业 然后工作五年 按照德国的福利支付 工作满五年以后 就会终身拿那个老保了 他就不工作了 对啊 然后呢 那个 德国的福利呢 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年不工作呢 还可以拿一球 然后我已经休息 相当高 然后政府会给你两个工作机会 然后呢 你不去 你不去 那边是减少 第二年减少 减少 但减到最后 一个月啊 还有1260五元 还挺好的 刚刚这个钱在国领呢 1260五元是很惨的 国领物价很不要 现在这帮球运们呢 找到一个享受生活的办法 往到东南亚去 是吧 1260五元就一万能币 在东南亚生活是非常好的 他很年轻的 这个中年三十岁楼 公佛就娶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等他结婚了 那个 然后就不回去了 就待在那个泰国那边晒太阳 去Joying Life 享受生活 然后德国政府每个月给他寄钱 搞到那个 现在就影响士气了 因为德国 那个 就是劳务工作的大学生 当地来 两千多欧嘛 那个高的 两千多 然后扣掉税 一千五百五 然后还得起公共汽车 还得租房子什么 累得不得了 生活很惨的 那个 所以他现在就就火了 跟着老子又怎么干 就跑到台国去了 对不对 那哥德国 柏林呆的 那三十五头 一一 马上叫叫吊丝 对不对 那个 就娶不到老婆 很郁闷 然后我还不能跑到那个 那个 东南亚 然后一去就是高富帅 对不对 那个 那个 那现在德国政府 本国就在准备调查 惩罚他们 目前还在进击中 对 这是一个很 当然很极端的理想 但是 我讲这个情况比较后面 就是相当多的人 不工作 故意的不工作 因此失业率 长期在百分之一 这是这个 有问题 对 很多 太多个问题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这个社会保障 太好 有法治疗 僵化 现在在欧洲 要解雇一个 工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不难的 对 然后呢 工贵力量强大 经常吧 效率就会差 那么 当然最根本的 这个 就 还有一个 答的问题 就是 就是 这是 就是 这个福利 这个东西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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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背出来的 福利 绝对不是 就是天上跳线 比较 福利 一直签了 而且成分很高很高 那个 他福利那么好 因此就意味着 开始很大很大 而且现在还一个 呼到新闻底的老年话 原来比如 16年刚开始搞福利制度的时候 欧洲人军育期 说你才62岁 那个时候 你就是退休 两年以后走了 对不对 没什么负担 现在 军育期 82岁 不 跑不走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出去了 是吧 这是 这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 没有办法 又不能赶人家走 那个 说钱挂出去 当我刚才讲的 那些制度僵化呀 人懒多啊 那些效应有钱了 钱进不来了 钱要出群 然后钱进不来 于是就有一个 那个葫芦 财政葫芦 一个盖 一个财政 那个 那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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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锅啊 怎么办 借债 于是就累积了 庞大的公共债库 都 积累到某一天 市场 都相信你这个 好钱了 于是公共债 为止 就过了 像希腊政府 现在在市场上去 借 就是比如说 我发国债啊 告诉大家 它比率 股业率是多少 15% 跟孟皇似啊 希腊这个鬼国家 它那个 一年的增长率 有点 就是 12% 2% 就非常高兴了 一名武器 就是第一夫人 本里面是俗谎的 西方 这种金家 非常好 确实非常好 那个 呃 美国 有个彭博 新闻社 叫温伯伦啊 因为 浩斯 是否设例 网站 就是把 那个 本里面 那个 那个 PK 啊 这个投票 陈远远 满生啊 遥遥领天 哈哈哈哈 这是他这一次 带了什么 不去 安达伯伯伯的一个 语言 像一笔 他没有 那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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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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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第一次 我第一夫人 他要像周迅良 小鼻子小羊 那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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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这得 一趟一下 这个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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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 这个 支持支持 父太讲 反正这是 是 通过还要这么管 多的 多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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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最后一面 那个 战略过程 就是这个 全球治理 这个道路就是我前来讲的 全球问题,中国这位习家老二不需解决 我们就要发布,发布商与美华同处理一个要负责任办法 这就是我发布商与美华同处理 下面时间不多了,我们剩下一点时间了 这个我叫做起情乐感,感觉不差 这个这里我会讲到朝和,主要讲朝和东海 我们再点一下,美国会可以跟我们谈好 那个,天将要朝和 这朝鲜漫长还是老出事,好紧张 刚到我们国家的外交 那么,朝鲜紧张的更原来就是朝鲜决心了 我们周边都不让他用 这就形成了口感 那么,朝鲜核问题的来源呢,有一点点 这个,从1955年开始,朝鲜就开始发展核争基础 应该讲朝鲜在,爷爷会就是今日什么时候才能核争的本事 那个创立的经济很有本事 1953年,朝鲜才能结束 53年7月27号,朝鲜才能结束 那么呢,那个 两年以后,朝鲜的经济就恢复到战争了 而韩国经济恢复到战争要到61年才会 很晚的 所以50年代,朝鲜效率比韩国高 包括经济市那个情况,尤其是变成他 一恢复到战争,就开始 从苏联到核人合作 55年 朝鲜它有很丰富的油矿生 金属矿的油,造成原则那些油 很丰富 然后它派油矿给苏联,苏联帮他迁训 和人才 这个合作从55年,一直持续到1987年 32年 87年呢,彪尔巴小波执政 二万人有点幼,对不对 不喜欢这些产品很乱 但是呢 87年,朝鲜合作断的时候已经挽完了 因为按照苏联的统细呢 到87年的时候,朝鲜拥有 两千多个非常优秀的合作 六千多个很好的 和技术工人 这个最终 人类事件表属来讲,朝鲜的八十年代 末期就造了那个 造了那个原则兰国 但是他没有下决心 什么时候下决心呢?1992年 1992年,朝鲜开始下决心 然后被美国人发现 然后美国武装危机要打他 然后朝核危机一直到清田里 然后麦克事件 就五十年代中 开始拥有这种学习的努力 八十年代末期有了 九二年才是决定的努力 直接原因是两个 第一呢,就是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号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对朝鲜是晴天霹雳 因为朝鲜始终依赖的 第一大大哥才是苏联 整个人在安全 安全,经济上的一代 中国是老二的 这个,他依赖的 结果苏联没有吧 对不对 不是说半个当家 关了个领导政策票 是国家没有吧 这对朝鲜心里政叛不大 然后呢,剩下不就是老二的吗 二和中国啊 结果二和中国呢,九二年跟韩国建交 我们建交普一天,金日成开着火车跑到北京来 然后直闯小平他们家 要制止,用小平抗议 说你跟那个韩国建交普 就跟你们台湾建交 后来小平补了 小平说你跟台湾建交老师 一马给你断交 结果他就赶紧憋着就回去了 回去就搞不过去 这就是这个 然后他一搞到美国就发现 就要打卡 就要超级 就到现在 大概就是没有卖的话 那个 前三十年的合作 具备了同意 那么九二年在那样大情况那边 把苏联街 看见到 是他确定搞的东西 然后一直就老了解 那么朝鲜岛的武器呢 只有四个动机在方面 第一个动机啊 就是安全 就是 这也是他全世界讲的动机 这东西也是合理的啊 他以前就是说 我为什么搞个武器 美国要打我 帮我们家那个 大哥走了 人没了 他们的 二哥光顾着赚钱 不管我 但我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发展个武器 这个问题是穷人的东西 那个 这是他第一个动机 这个问题是可以占得住的 但问题是 除了这个动机啊 还有三个别的东西 一个就是那个 金家王朝 他的职责 绝对合法性质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何况他90年代 他饿死了一些人 所以 但是他现在 如果搞成了 和国家 民主主义 可以给他 和法性质 打扎了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统一问题 就是没有和武器 未来肯定是 韩国统一朝鲜法 不用说了 对不对 但是有了和武器 就不好说了 知道吧 有了和武器 朝鲜法经常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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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这东西是谁的 对 哈哈哈 他手上拿个刀子 然后给他穿 那个当然韩国就是 被我吐出来的问题 所以现在韩国啊 那个意思是 韩国现在坚决要求契合 要求朝鲜契合 最坚决 在2006年 朝鲜和四眼之前 韩国心理是二心 三心二意 原来韩国是这么一个逻辑 是朝鲜也要做问题啊 未来是武的 知道吧 以后我要通信他 结果06年朝鲜爆了以后 其实没有成功 06年那一次实践了 然后专家说法就是 炸鞭炮炸吃了 给炸强 但是朝鲜说 这是有了 啊 这个东西就去吓唬他 他就拿过去了 他说你这个东西别败 不该老是炸你 那个东西 他就在骑了 他不原来想 你没有活的吧 就和朝鲜拿着东西说 你的才是活的呢 知道吧 所以这是同一问题 就是朝鲜有了核武器 才在东西上有个队子 还有一个就是东北亚 但是没有核武器 朝鲜在东北亚 什么都不是 那个中国俄国 日本不待见他 有了核武器 他给本身也看看 我讲这四个原因 是什么 意思呢 就是你要想解决朝鲜问题 你必须考虑四大要求 你光考虑第一个 安全要求是没有用的 那美国人 就是朝鲜认为啊 只有美国啊 才能同时满足这四个要求 其他方面都不行 美国要跟他好 说安全就好了 没人在打他 然后内政 他说美国承认我的政权 合法是这个 美国承认我 我跟南方就平起行动 美国承认我 从日方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有非常调悲的现象 朝鲜呢 一方面特别恨美国 就是他现在不是这么说 完全是美国造成的 他另一个方面呢 心里特喜欢美国 崇拜了我 想多美国好 恐怖人们好 那么现在麻烦呢 是单乡市 美国人真是看不起朝鲜 特别讨厌 知道吧 那个就是不理他 于是来常选的办法 就是经常那个炸锅炸碗炸碗 让我下个美国 这个在学术上叫什么 叫战争边边游戏 那个 那么他能玩呢 当然前提就是 中美人比较好 因为那个 中国有个底线就是 我们前期生外长都没有人讲过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不一定打他 我们讲过这个话 这样他就觉得 就把他扎了以后 没过去 刚举起手 碰他就跑到什么 家里面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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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游戏都是这么玩的 这个 朝鲜 朝鲜是什么玩意 他瞧不起中国 就很懂 靠我们中国 就瞧不起中国 那我们喜欢美国 那我们美国都喜欢他 反正他想到 那个 那个 没有大 那我们往我们自己跑 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就是美国的 中国的政策是这样的 中国的朝鲜 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叫做战互乱和温 那个 就不许打仗了 这个地方一打仗 中北啊 现在话就搞不了了 然后不许乱 这一段呢 朝鲜一个晚上跑过来 两万万人 我都受不了 过一礼拜来五百万人 然后这里生活好 我都不回去了 过几十年那个他们变超险了 有点我中国发现了 都不许打仗 不许乱 然后我们还是追求无核 那这里面有微妙的报道 美国人很简单 他必须无核 或者老子打你 或者推翻你的政府 然后你无核也没用 所以美国的方法简单 中国人也比较复杂 中国又要无核又无核 所以这个政治目标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从学者角度来讲 当然中国目标是最均衡的 那么中国的方法是两个 战术层面 中国就齐齐推进榴花会谈 榴花会谈不是解决朝鲁问题的方法 榴花会谈是什么呢 就让朝鲁和美国没打仗 因为没有榴花会谈 两个家伙从来不见面 看着对话就紧张 准备打仗 有榴花会谈 中国反正每半截 把你们两个家伙来一场 来了以后 中国一定把他们两个 都弄了一张桌子上去 不讲话都不清楚 强迫他们两个认识 然后他们来的谈判桌 他的思维会变了 方向在谈判桌上争取一点东西 他们是咋样的 这战争都不过继续会员了 在正经意义上讲 榴花会谈是成功的 要避免战争的脚打仗 榴花会谈成功的 那么中国的战略 解决超红队的战略事实 选朝鲁改革开放 希望把朝鲁变成一个支持朝鲁国家 现在朝鲁国家是不太正常的 知道吧 意识形态优先 军事优先 军事优先到什么程度呢 两千三百万人的国家 养了一百一十九万军队 五点五的人是军人 这个比例要是放到我们中国什么概念 七千多万中国开始当兵了 你看中国要养七千万军队 你干什么现在话呀 对不对 现在二百三十万大家都多了呢 对不对 那个七千万人 你怎么搞现在话呢 他这家朝鲁五点五的孩子在当 那个 这个是不正常的 对吧 即使现在有限 军事有限 亲家王朝有限 这都不正常 不正常现在就麻烦了 你说你跟他谈 你说你要什么 然后放弃后 我先给你交换 他回来说 我们这什么都不要 不要反共的命 对不对 他现在经常是吓不成功的话 那个首尔根的一名 麻烦 那个 神经七七零回答 这个 这个事情都没办法 要除非你往打死 对不对 打死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中国又适不得打 所以就是江战人了 有时就得改 怎么改呢 大家一起努力 慢慢改变 才把他们心里平静下来 然后往来 变成国家隐移 有限 亲戚有限 正常的以后 你会一定能谈 你要什么 他要这个 你会变成交换 这样才能给和平的 治愿的关系 这大概是很理解的 中国对朝鲜事实上的两个方面 战术上 中国又方问他 共识战争 他到了战略上 通过鼓励他改革开放 把他变成四个国家 然后再用交换的方式 把他放进去 目前的情况呢 是这个战术成功 战略不成功 战略上呢 朝鲜不听我们 那个朝鲜现在一听改革开放就翻了 都不理我们 那个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朝鲜改革开放的条件没有 主要是政治条件没有 我们国家有一个亨华的政策 我们国家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党一党 共产党一党 但这个党其实是非常包含的 里面左中右等都有 就在改革天方 文革以前呢 其实党内实质形成了 右等路线和毛泽东路线 这个党老有路线都是说明党内 老有路线一样 这个党实际上是一个包含性非常强的 那个 然后见过以轰来一直有两条路线 毛路线左一点 刘邓东路线右一点 对吧 这两条路线都得很厉害 这个 最后是刘邓东路线赢了 人家主要原因就是 毛走了嘛 人走了 因为走了 我老邓还活的 那就是我的天下 追谁活的最后 最小女孩 哈哈 活的这种大 那这个里面都可以有一些年 就是 毛邓和刘邓和毛 其实都是创兵发的 都是国府 他们都是建国者 知道吗 他们相不否定 不影响那个党的核发性 对不对 没有美国政治的 美国是典型两党的核发性 我问过美国 没有啊 也是了解中国情况 没有没有 我说他那么比较 我说正对毛的否定 在美国政治史上 有没有同等的例子 他说找不出来 没有 美国没有任何的一个党 对内力的那种否定 超过了 正对毛的否定 没有 但是我们 不影响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党很深 就包含了这两个派 这两个党的两个相互 一点关系都没有 很顺 这是非常幸运的 朝鲜就不行了 知道吗 朝鲜的这个权力 是从爹地来的 于是就有问题了 国家改革开放 说明前面有一点问题 才改革开放 一切都挺好 改能改 对不对 最后改革开放 我得找到 就锁定前面的一些做法 可是问题来 我否定我爹 就是否定我自己 没有点 因为他现在就出不来了 这是我们这个战略设计 我们改一个开放的方法 改变朝鲜 以打牢或服务的话 这个现在 现在遇到了第一大 最大的 我们的实路不错 但是遇到朝鲜 政治结果不错 所以我们鼓励他 帮助他 他都挺我们的 那么后来 美国内也挺我们 那个美国二十五块 美国那个 呃 呃 我们说要朝鲜改革开放了 你别吓唬他 朝鲜小孩一下子 吓啥了 那个 美国人来跟我谈的 都挺好 说好战略下场 美国人来好好谈 结果一回去 就拍那个 在这儿 一个老的飞机啊 引擎飞机 跑到那个韩国 大海边 把金山给吓了 就算了 因为这些车子非常好 看不见了 就朝鲜的对大能力 是肯定看不见了 知道吧 而且他们是能监控 现在的人到哪 现在二十四小时 几乎到美国都会往哪儿找到他 就能找到他 他的东西 你又看不见 你会不会恐怖啊 对不对 哈哈哈 别忘了很帅啊 他那个那个 大家是怎么研究啊 就是美国人 就达到几个目的 就是说那个韩国 日本的两个小同学 现在话搞得很好 然后好友 他有点骄傲了 然后美韩关系 美日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知道吧 所以他们心里这么做 我这么优秀 我还这么屈辱 隔一段时间 韩国和日本就要到独立 好 你就看那个全新就出来了 这俩青春鸡孩子吧 刚想那个独立 对不对 你又看朝鲜 就开始捞上 知道吧 就是青年孩子 父女 冲不到吧 所以刚冲门 旁边一个醉酒 大喊 拿着捞等着 他就跑过来了 哈哈哈哈 如果发力气 他就回来了 但是朝鲜的存在 是美日蜀蒙 美日蜀蒙 存在的一波都一条家里 另外呢 美国要加强在这里的军事存在 他也需要朝鲜的道上 现在美国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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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西洋和建民啊 原来那班不容易的 就孟国村庄很好 风和日丽 一切平地 然后你到我们村库 架一个机枪 这不合理吧 他说 里面有一逃犯 没有什么机枪 下来 没话说 那个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中国我觉得这个政策设计 用心挺好的 但是在十年当中 遇到了朝鲜美国的 所以因此现在实际上是做问题 那个 那么 现在我们中国最新的政策 我觉得是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的还是 就是平时我们就不管 那我们也不听完 那一旦有道路向法跳出 大战略危机 让我们中国来换一下 这是中国未来朝鲜才能低特别 平时不管 那是危机的时候换一下 第二呢 就是认真的执行两国协议 让我们朝鲜的核计划 让它慢一点 朝鲜现在呢 有这个核设施 有几个 现在大概有 又提供了一本的核设施 那个 然后它 其实这个核设施 现在那个状况下 它是不能诈别国家 很大 二十多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二十多分 那时候你不能放到导航上 飞行上也放过 车上也放过 只能放那个火车上 那朝鲜的火车四处是二十八公里 呵呵呵呵 那个朝鲜的火车海域也特别 都是从我们国家拿过去了 都是我们国家的客车 那时候走了他把他抠下来 拉你回家 就变成他了 然后因为 han se 的身体不会凶的那个问题 这是最危险的火车 可能实际上 因为你在坐火车的时候 他那个下面那个地板破了 那个 你可以看到车轮 你坐的上面 你看着车轮 removal hazards 哈 哈 哈 那些场景其实是不能炸灭幕的 这么说 中国 俄国 美国都有很多领域 只要他那个二十轮的家伙搬到地面上 我们可以摧毁他 几分钟就摧毁 那现在他也知道 他就放到地下 他就放到地下 他就放了一下 这里会好慌 现在在地下里面没法摧毁他 大概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 其实也有好处 就是维持半导稳定的好处 现在美国人是这样 美国人在空中打不掉 因为他跑在下面转来转去的 打不掉有一个好处 就是美国人不会侵略党 不如入军 不会进朝鲜 朝鲜也送不出来 那有几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首先炸不炸的下 他炸了三次 从技术上下还没有过关 他是用土做原则的 而物弹的及格限制一万成 他炸了三次 第一次一千 第二次两千 甚至三次六千 每次都有进火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记得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优积科 那个 他现在是这样 邀请美国人去都不会去了 像那个美国人派五十四万人跑到那个伊朗 抓那个沙拉伍啊 把他从地下来滴了出来 然后看他的牙齿炒的 这种趋路影响不会有了 为什么呢 美国绝对不会害五十四万人进朝鲜 因为那六七个弹啊 美国要干不了的话 他就害怕了 好像说老师 反正每炸一次进步一次 什么的 一四颗可能就到一万个成绩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现在 现在炸不下 未来肯定我一颗炸得下 还有一个呢 我是炸你不行 我炸这几分可以吧 但是 这些灯有十万人进来什么的 弄一下 啥嘛 这个 这个是哪个呢 这个没 就是说哪个美国政府敢报这个现场 好像五十四万年龄都一国的安女给干掉了 所以那个 现在一个很奇妙的平衡已经打下来了 美国绝对不会进场 那个 那朝鲜的一些东西也说不出来 所以政府大概现在是这样 就是 只要太过 维持一个现场 算了,有危机控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不许朝鲜把武器提升 那个 所以,遣款朝鲜核计划,然后控制危机 然后拖时间 大概是我们的战略 拖到什么时间,但是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啊,在朝鲜半导 我们的主义的力量 可能大于美国 这个,我们GDP都会超过美国 军事和科技上有太多 然后远程能力,比如说 到太平洋中国的党 在我们周边,我们一定要决定 所以我们决定,决定要是 就在一个政治国家 现在朝鲜出伤,一定是韩国同意团 然后美国之后 上华,对不对 十年以后 出了伤,是不是我们来出了伤 我们来韩国 所以我相信十年以后,中国政策会变 那个时候,就是 农与传统不乱,爱华华 不乱华华 对不对 那个,因为那个乱的以后 我们来收拾残虫 对不对,但是我们脾气好 我们把金鸭换掉换一点 脾气不好,直接出去挂 对不对 东北第四省啊 对不对 这个是我估计以后的走向啊 嗯,这是超过问题 大概就这样,那最后那个东西完全 又是我的看完完全不代表政治的啊 嗯 中东没讲这么几点 我们中国人来觉得周边挺乱的 中海、南海、朝鲜 但是各个全球啊,最乱的永远 第二乱的是非洲 然后跟我们差不多乱的是俄罗斯 我们还会缺压 但是还会缺调 这位,就是中东万军主编 成因非常复杂 就从中国教来讲,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对中国来讲,越来越来越好 我们越久就好 知道吧,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利益 我们在中东只有一个利益 就是沙鹤的油田 而现在是有一个军产地保护 非常有效 那个,要美国不是保护我们 那是保护沙鹤的 那是利益 所以我们在中美国没有什么问题 大概就这样子,中东危机还是很厉害的 全世界最乱 而且危机本身都不是好 对我们比较麻烦的还是美国和中国亚头 就世界中的书记真的盯上中国啊 想掏光亚头又不行啊 中国其实内心还想掏光亚头 这样美国人呢,现在经常笑话我们 那个,有个美国当面啊 跟我讲过,在一个会议上 我讲过,跟我讲过 我说大家想想 一个大象,能够躲在蚂蚁的后面吗? 我不知道,早看见哪个人 不知道怎么跑啊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是在跟美国的两党提议新闻共识 中国的幸福吃饭 其他全世界 所以他现在占有重点,就跑到国队里来了 那个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麻烦 那么,然后就有个南海 中海问题的 那么,东海问题 现在是目前国外让我们比较齐心 东海距离简直到一岛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东海滑街 这个,现在主要是钓鱼岛 而大事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日本,不忽我们中国的反对 把调鱼岛 国外化,然后在法律上 就改变了调鱼岛的现状 这是违背七八年 小平大事的过程 小平七八年,在大平正方下 我们承认有争议,然后后来 大家都不要重现了 就是,原来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在现在,日本 中国的原因,法理上 改变了,那么它 会有话,然后中方呢 一直被迫做出了强烈反击 反击的措施很多 近期巡航和直线 到里面去巡航 打破日本单边公司 有法律和历史危机所的 原战,外交战,有一定的经济制裁 有一定的民意压力 有一定的军事威慎 那么,日本做错了事 中国皆是反击,然后手段 是比较全面的六项 那现在呢,是江振 有日本,所以中国还顶着 最后的出路是两个 我个人大胆估计 大概出路是在七月底八月中 或者在八月本 就是七月份,下个月 日本会有一个参议院选举 不管选举结果怎么样 我估计安慰 都没有必要 再去打掉这个牌子 这个,那不过呢 现在日本财界还正在压堂 因为日本财界是受损失的 而且美国现在赢得压 美国现在面上帮日本 私下拉大 那个 参议院选举完了 然后呢 那个财界的压力 委会压力,最后它还会让日本 都受抗计 我还是相信 要遇到问题很快会进行 原因是点 中国其实要求很低的 中国历史不是说 我要一个圣局 我只是要一个核局 我们现在不想把它拿过来 而是让日本才会有争议 他会愿意格制争议就行了 就是让它回到七八年 因为我们的要求就很低 压力也很大 那么安倍没有理由长期停止 因为它利益率是非常大 所以我相信在柜里段时间安倍会 就是说一个话讲 承认有争议 免得有争议 这个呢 这个呢 那达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只要安倍稍微晃回一点 才能有争议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双方 韩戏也反复一下 在新的结束上 重新合成 新的结束什么呢 就是日本这个国有化的 我们也就有任务 然后我们 拿到一个权力 就是每个地方我得来一趟 原来我们客气 我过来一趟 你单边工作 现在我们是跟你工作 每个地方得来一趟 然后各得一份 那个 然后重新各得起来 这个核局对中国是有比 现在 这个中国现在决定 日本冲装啊 不用不要 打一仗 为这个倒 完全没必要 中国呢 还是要十年时间吧 我相信 有十年时间 中国基地匹就是 共同 2022年 如果无数 中国的基地匹 美国 略过一点 比如说 我们是23万亿 还是22万亿 还是 多一万亿 而日本呢 在这世界 财政一定是出事儿的 日本公共产生一定是 这是IOM预计的 这是国际公共产生一定出事儿的 所以我们公共产生一定要出事儿 然后他就会从现在的国际化码 一调到十万亿 都说我们二十几万亿 是十万亿 日本是很人积一样的目标 我们公民大有一个大英雄 他叫盖西豪 但是他又是公认的日本问题上讲的 他讲多一点 你也说 日本这个国家 去威而不知感恩 你打他一顿啊 他可服你 你别打他 他觉得你傻子 你欺负你 你知道吗 去威而不知感恩 文字上讲 这个文字的名字 是一个原始的名字 这个他唐朝的时候 才有文字嘛 从文字这里学过去 但是之前没有文字了 现在有文字的历史 在一千多年 这个里面是 跟那个阵力一样 奥的两个强 那个聚会一样 所以他跟我们力量强大的 我觉得 威而道理挺紧紧 而且我大胆预言啊 等十年以后 如果日本聪明 把教育到宋国 那就OK了 不聪明 还有我们奥 我相信十年以后 中国要的就不是教育 中国要的是啥 你说宋神是留校一部分 那我们说欧培红就要要求 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情况要 就中国要求 就高 而且那个要求高 要准备大涨 知道吧 牛球啊 是值得大 牛球 烟尾大到七百四十公里 牛球大到也有六百多公里吧 加其他小楼 牛球大概的总面积啊 就是物理面积的一些事 然后海洋面积的仰仰百万 然后地理上呢 一岛正六国 日本韩国朝鲜 俄罗斯 中国关岛 对 对 所以 对 我记得 前面我讲过 一个国家 在国际上的崛起 是有三个点的 一 你得用力 第二 胆央 有意志用力 第三 你善用力量 你不能这个牛二 下用力量都要不行啊 这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商务群 有力量 敢用力量 善用力量 美国就这么过来 先斩力量 然后 有的力量它真有 然后呢 最后还搞出一道提醒 大家要接受 善用 中国崛起也不会 偷偷的商务群啊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阶段 还在第一阶段 就是要有力量 那个 有力量的第一个关键环节 制造业第一 已经做到了 还是所有现代力量的基础 已经做到了 还要不行 然后下面 把GDP搞上去 搞上去 完了以后 你得有找个点 到处世界 我还是用脾气了 或者敢用力量 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 有些问题 就是一个最佳的 那个 OK 那个 对点就讲完了 那个 阿拉莎莎莎 讲了一些 总趋势 战略 和那个 那个 希望对大家 理解国际行事 有点帮助 然后再次感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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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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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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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